欢迎大家回到4.0版本的前瞻特别节目 在之前的节目中 我们已经体验了全新的潜水玩法 认识了许多风单的新朋友 也领略了水之国的宏伟风光 那么在4.0版本中 我们还会体验到哪些具有风单特色的活动呢 那么接下来就有我们项目组的关卡设计师波波 带领大家提前探索一番 好 各位女士怎么好 我是关卡设计师波波 波波 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 每次元神更新新国家的时候 除了在大世界探索与冒险之外 我还总是会对新国家特色的风土人情 和当地人民生活中会遇到的奇闻趣事很感兴趣 没错 每次在更新新的地区的时候 我经常喜欢在有人的地方兜兜转转 观察一下每个国家它独特的人文细节 还会挨个儿跟当地的人对话 为的就是听听他们在街头巷尾平时都聊些什么 我看到封丹亭的规模似乎相当大 那这这么大的城市里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地方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说到有趣的地方 可能大伟哥会和我一样喜欢封丹特色的店铺 比如莱叔的发条工坊 我们在封丹亭的利奥奈区散步的时候 就有可能见到它的门面 发条工坊听起来像是生产各种封丹特产工艺品的店铺 是的 莱叔的发条工坊它的主营业务 就是售卖各式各样的发条机械装置 从玩具鸟到发条人偶可是应有尽有 这一次我们在发条工坊的门口 会遇到两名满口歇后雨的店员 他们说店长最近想以决斗代理人为主题 来制作一批发条玩具以球赛封丹一炮而红 决斗代理人 刚才小罗浩也提到过一位叫克洛林德的决斗代理人 我还真好奇呢 难道说封丹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决斗吗 其实不是啊 决斗代理人是封丹的一种特殊职位 他是工坊老板利福 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封丹文化符号 所以想将其制成玩具并发扬光大 只可惜决斗代理人并非是我们日常就能见到的角色 所以发条工坊的店员们需要一些我们的帮助来提供参考 竟然是连本地人都不常见到的人物啊 感觉这个任务应该不简单呀 那我们具体都要怎么去帮忙呢 在本次《基书巧物前哨战》的活动中啊 为了展现出决斗代理人级别的本领 我们需要帮忙进行三个实验 来让发条工坊的店员们 收集制作玩具所需要的冒险数据 那作为回报呢 他们会奖励我们密同发条活动代币 来换取相应的物资作为报酬 第一个实验是跑酷玩法 湍流急行冲锋载 在丰丹地区啊 我们有着广阔的水下区域 旅行者在水下可以通过湍流水环 进行急速冲刺 同时需要躲避水下的各种障碍 完成关卡的挑战 相信旅行者们可以沿途欣赏到 水下丰富多台的景色 第二个实验是挑战玩法 效能模拟实战环 在这个实验中啊 旅行者需要在丰丹的野外与敌人进行对战 其中就不乏有一些具备丰丹特色的发条机关 希望在战斗的过程中 旅行者们能够体验到乐趣 同时进一步了解丰丹的生态 那第三个实验呢 是音乐玩法 跃动节拍响应法 旅行者们需要通过操纵一种叫做 冒险家玩具的道具 跟随音乐的节拍 在恰当的时机进行攻击 打击轨道两侧的玩偶 从而获取积分 领取奖励 诶 这个冒险家玩具的样子 这白发 这护目镜 感觉有点眼熟 它有点像 班尼特 诶 大卫哥说的没错 这个冒险家玩具的原型 它就是班尼特 但是作为蒙德的冒险家 又是怎么和风丹的玩具 扯上关系的呢 这就等待各位旅行者 通过玩具战争态势图 开启活动剧情来了解了 我懂 想卖个官子对吧 那么在4.0版本中 我们还会在风丹 体验到其他活动吗 这个当然也是有的 那接下来 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博物通智水国寻祭 旅行者在这个活动当中 需要收集特定种类的采集物 或者是说 击败特定种类的怪物 这些采集物或者怪物 都是风丹地区所特有的 通过活动界面呢 我们可以标注出 目标物的复集点位 在到达推荐点位附近的时候啊 小地图上还会有显示提醒 帮助对风丹 还不熟悉的旅行者们 来顺利完成挑战 听起来啊 这个活动对我们探索风丹区 很有帮助呀 没错 那除了博物通智水国寻祭以外呢 4.0版本还有一个拍照活动 光影沿穴 以泥水界 这也可以帮助大家 快速了解风丹 旅行者们需要根据任务提示 拍摄指定的风丹景观 或者生物来完成委托 如果旅行者呢 对风丹还不够熟悉 暂时找不到需要记录的事物 也可以前往活动界面上的 推荐的地方去寻找哦 好耶 是我最喜欢的拍照活动了 除此之外呢 4.0版本 我们还会有一个战斗挑战活动 叫导刃破绝 这个活动当中呢 除了常规的战斗手段 每一个关卡还会有独特的 导刃虚警机制 旅行者们可以灵活利用 导刃虚警 来有效地降低战斗的难度 战胜眼前的敌人 另外啊 活动还有着多种难度 可以供旅行者们挑战 那对自身实力 有自信的旅行者们 可以尝试挑战一下 更高的难度 另外啊 在4.0版本中 我们还会再次开启 地脉移泳活动 旅行者们请不要错过哦 哎 聊了这么多风丹的活动啊 感觉我对风丹的期待 又多了一分啊 是的 我个人和旅行者们一样 期待风丹的到来 对于期待风丹新角色的旅行者们啊 我还带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在4.0版本更新后 当旅行者的冒险等级 达到25级之后 就可以在活动面板 通过活动 魔术永不落幕 免费领取 四星角色 零尼特 而且因为考虑到啊 刚进入提瓦特部队的旅行者们 在培养风丹角色的时候 可能比较难以获得 对应的素材 所以在旅行者们 领取零尼特时 还会同时获得 突破它一阶段 所需要的材料 这便于我们前期培养角色使用 太好了 能直接获得一些到风丹 才能采集到的素材 是的 这样一来啊 喜欢零尼特的旅行者们 就可以更快地将它编入队伍了 说到角色啊 4.0版本中 还会有全新的角色装备 带给大家 此次啊 我们总共推出了 12把全新武器 除了之前 已经在卡池展示过的 最初的大魔术以外 还有一套可锻造武器 一套技型武器 以及在钓鱼商店 可领取的特殊武器 其中啊 5把锻造武器的图纸 大家可以在风丹亭的铁杖铺 找到一丝带来兑换 另外啊 此次新增加的5把 4新的技型武器 会进入30级技型的奖励箱中 在添加新技型武器的同时啊 我们也保留了 以前旧的技型武器 那这样的话 旅行者就可以在 新旧共10把武器当中 自由选择了 与此同时啊 我们也推出了 两套全新圣银物 竹影猎人 与黄金剧团 旅行者们可以通过挑战 全新的祝胜秘境 最后的周末来获取 最后啊 我还想问问看啊 4.0版本 还有什么系统优化 与更新方面的消息 可以告诉我们吗 哎 当然是有的 那既然是年度版本的开端啊 我们必然会着重解决于 现在最困扰玩家的问题 以及优化游戏当中 尚有不足的部分 这一次啊 给大家带来的是 分层地图和配对界面的优化 另外啊 我们的七圣召唤呢 也增加了观战模式 4.0版本将会实装 分层地图功能 我们希望它能够提升 玩家的探索体验 分层地图是一个 我个人也很喜欢的功能 我们可以通过 切换地图层级 来查看想要了解的区域 当旅行者们 进入有分层地图的区域时 小地图啊 就会自动切换为 显示分层地图的样子 当回到提瓦特大地图界面时 小地图显示 就变回我们熟悉的老样子 而选中了任何位于 其他层的点 那么系统也会直接切换为 显示对应层的地图 旅行者们打开分层地图 系统还会高亮显示 同层点的角标 还是挺方便的 嗯 这是一个很实用的功能啊 是的 除了4.0即将上线的新地区 会实装分层地图功能以外 我们还会对 已经上线的部分区域 更新分层地图 帮助玩家更好地 在这些区域探索 哦 也就是说 之前像赤王林 或是荒海这样的地方 我们也能在4.0更新后 看到他们的分层地图呢 嗯 没错 另外啊 我们也对角色配对界面 进行了全面的改造 在4.0版本后 配对界面会以更加动态的方式 进行呈现 我们为每一位角色 都重新设计了 入队和换位的效果 诶 等一下 这真的是每名角色 在配对界面 都有独特的出场演出吗 完全没错 每名角色 在加入队伍的时候 都有一段独特的动画 我们在调整角色 在队伍中的顺序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他们 充满个性的演出 诶 值得一提的是 配对界面的背景 还有许多种 旅行者们在不同场景下 进入这个配对界面 背景还会随之切换 那更多的背景呢 就等待旅行者们 在4.0版本后 自己去发现了 哇 雷电将军的配对效果 好酷啊 是的 那最后啊 大家很关心的 七圣召唤的观战功能 也会在4.0版本 正式上线 玩家可以通过 好友见面 或者联机见面 选择观战自己的好友 或者联机队友 正在进行的 七圣召唤对局 如果玩家和对战双方 均在同一个大世界 还支持以裁判视角 来进行观战 掌控选局 如果玩家不太希望 其他人观战自己的对决 也可以在 七圣召唤的局内设置当中 进行设置哦 哎不错 这样一来啊 我和朋友们又多了一种互动的方式呢 哎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想和他们分享讨论了 不过今天啊 还有最后一些重要内容 要和大家分享 休息片刻回来 马上揭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